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影片《东京物语》 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世 上了年纪的老夫妻略感生活孤独 便决定去一趟东京探望子女 邻居十分羡慕 夫妻二人的子女们都很有本事在东京立足 火车中途经过大阪 夫妻二人还探访了在铁路局工作的三儿子 夫妻二人还未到东京 大儿子家的小孙子 因为自己的课桌被搬到阳台 给爷爷奶奶同位置睡觉而生气 妈妈说 平时也没见你学习 怎么偏偏这时候这么认真 小男孩步依不饶 大儿子是医学博士 在社区的医院做儿童医生 对于爷爷奶奶的到来 大儿子家的两个小孙子显得很茫然 纷纷跑开 二女儿带了煎饼来 那是父母最喜欢吃的 年轻手寡的二儿媳也来到 笑容问问 晚饭后 二女儿和二儿媳也回去 夫妻二人在二楼休息闲聊 本来以为都已经是医学博士 肯定住在东京繁华的地方 结果也是个郊区 车子开了很久才到 言语中不免有些失落 二女儿在东京开美容院 丈夫说 等他们来 我带他们去看戏 二女儿说 不要考虑这么多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 说着 还把丈夫眼前的豆子拿过去 别盯着豆子吃 多吃饭 少吃菜 大儿子抽出一天时间 准备带着全家出去玩一天 两个小男孩早早穿戴整齐 迫不及待 想要去百货公司 结果医院有个孩子 发烧还未退 情况不太好 大儿子只好去医院 两个小男孩直到今天没法出去了 对妈妈乱发脾气 乱拢东西 夫妻二人刚穿好衣服 又只得上去换上便服 待在二楼闲坐 隔了两日 夫妻二人来到二女儿家 同样也是待在二楼 女婿回来 买了些红豆小的铜锣烧 贵是贵了点 但是味道好 二女儿拿起铜锣烧咬了一口 告诉丈夫 买煎饼就行了 这多贵啊 没必要 女婿也吃了一个 不停地说好吃 女婿拿了两个铜锣烧 去二楼给老人 老太太在房间缝衣服 老先生在外头晒太阳 二女儿打了电话 给年轻手寡的儿媳 想要她 明天带着父母出去逛逛 毕竟自己和大哥多没时间 儿媳在上班 李可向上司请了假 答应明天 带两位老人出去看看 二儿媳第二天 带着两位老人 逛了一天的东京 老人很开心 二儿媳住在 破旧拥挤的公寓楼 特地向邻居借了酒 从落下的饭店 叫了两个菜 简单是简单的点 可依然承诺上盛情款待了 二儿子八年前就去世了 上了战场 就没再回来 既然大家都很忙 二女儿提出 不如大家都出点钱 让父母去热海玩两天 听说那边很好看 还能看到大海有温泉 大儿子也同意这个建议 既然出不了时间 那就出钱 也是一样的 热海很热 人很多 夫妻二人泡了温泉 看着宁静的大海 准备第二天一早早起 听说附近有很好的景点 到了晚上 接近休息的时间 这地方却愈发热闹起来 麻将声 唱歌的人 年轻人扎堆于此 两位老人摇着蒲扇 到了半夜还辗转反侧 被这吵闹声吵得睡不着觉 第二天 夫妻二人一夜没睡好 更别提去什么景点 只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 看看大海 老先生说 看过东京 也看过热海 可以回家了 要走的时候 老太太发觉头晕得厉害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的原因 本来计划在热海玩个三四天 看到父母早早回来 二女儿很不高兴 告诉父母 今天晚上七点 在这里有个讲习会 我应该早跟你们讲的 说着脸色很难看 等到二女儿下楼后 老先生告诉老太太 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去二儿媳那边住 我去探访一下老朋友 然后想办法让他留我一夜 两位老人在外面 吃了自己带的便当后 便分开 去今晚的落脚点 老先生拜访了老友 一见如故 到小酒馆不醉不归 谈发的内容 无非子女们 戴眼镜的这位老先生 听说儿子现在是 印刷公司的部长 老先生说 我是太爱面子 哪里是什么部长 只是个鼓掌罢了 听说你儿子有出息 被你培养成医学博士 老先生说 只是个社区医院的医生 老太太和二儿媳聊天 八年时间了 遇到人不错的 就嫁了吧 不要顾虑什么 日子比你想象的长着呢 说吧 泪眼朦胧 心疼二儿媳 老先生本来打算出去 借宿一晚 没想到喝多了 头肌不成十八米 连着老友一块 被警察送回了二女儿家 二女儿非常生气 给老人一吞呵斥 第二天 二儿媳还给老太太 一些零花钱 执着地非要他手下 回程的车票已买好 子女们到车站送夫妻二人 老太太说 这趟来了东京 看到大家 今后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也不必专程回来 都没关系的 回去的旅程并不顺利 老太太在火车上晕倒 只得中途在大阪下了车 在三儿子家休息一天 三儿子为此请假一天 和上司说 半夜我还找了两次医生 跑去借床铺 现在总算没什么大碍 上司说 子欲养而亲不带 及时行孝啊 从夫妻二人到东京 再回到老家 前前后后不过十天 大儿子和二女儿 都收到了老家的电报 母亲病危 二女儿找大哥商量 既然要回去 就坐今晚的火车 不耽误今天白天上班 还提醒大哥 别忘了带丧服 子女们都回到身边 也算是见了最后一眼 只有三儿子没回电报 兴许是有事 还没接到消息 第二日母亲去世后 才回到家 自己出差 回到家才看到电报 老太太也算是安详地走了 子女们在最后一刻 陪在她身边 想必是没留下什么遗憾 家中少了一个人 却也不显得冷清 毕竟子女围坐在桌前 二女儿想要母亲的 两件最好的和服 大儿子和三儿子 也工作繁忙 三个人吃完饭 便回了东京 只有二儿媳 在家多留几天 帮忙照顾老父亲 小女儿向二儿媳倾诉 哥哥姐姐们 应该多留几天的 母亲刚过世 二姐就抢着要遗物 他们太自私了 连外人都不会这么过分 二儿媳开导她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 不过孩子长大后 就会有自己的家 就会离开父母 等你到了二姐的年纪 和爸妈有了不同的世界 他们没有恶意 只是任何人都重视自己的人生 小女儿说 要是那样的话 我宁愿不长大 二儿媳说 每个人都会变的吧 随着年纪 虽然我也不希望 但是我也在慢慢变的 慢慢长大 竟是些讨厌事 二儿媳也要回去了 老父亲把老太太的遗物 一块手表送给她做纪念 并告诫她 遇到合适的 就嫁了吧 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你了 妈妈一直夸你 世上找不到这么好的儿媳了 二儿媳说 我没那么好 其实我也很自私的 最近有时会想不起她 忘了她的日子变多了 我也知道 不能一辈子就这样 晚上睡觉会一直想 每天单调的生活 真的很寂寞 心里有个角落在期待什么 我太自私了 父亲说 希望你毫无牵挂 早日得到幸福 说来也真是奇怪 自己的亲生儿女 也比不上儿媳孝顺 真的谢谢你 尾巴 生男生女一个样 这句计划生育的口号 多少年前就告诉了大家 但是好像没人理解 这包含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 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 写在中国农村的各个角落 可时至今日 都无人领会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精髓 反映后代 养育子女的动力来源 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生理性的 或者说物种性 是基因决定的 让人不断繁衍 物种才得以延续 人知是基因的载体 是基因命令的执行者 另一方面是外在原因 来自于传统习俗 和社会道德教育 比如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实际上这些话是谁发明的 封建朝代的统治者 为什么要发明这些话 各种原因 比如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农工时代都是体力活 人多 特别是男人多 就好干活 好打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是从文化上给农民洗脑 还是要多生孩子 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服务 但是直到今天 大家还拿什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多子多福这些话拿出来讲 我觉得这真的太落后了 都什么年代了 都1202年了 从生物性 也就是物种性上考虑 繁衍后代 是为了物种延续 生出来的孩子 是物种的下一代 关于是谁生的 其实根本不重要 生出来的孩子 也不属于任何人 孩子只属于这一物种 是物种的延续者 没有亲子关系 更没有父母这一概念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每个社会成员的体力 智力 获得全面发展 和自由运用 个人的全部智慧 力量和潜在素质 每个社会成员 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爱好 意愿和社会的需要 自由的选择职业 和变返工作 旧的封建主义的 统治思想下 人是为封建王朝的 统治阶级服务 不是为人本身活着 是为封建王朝的 统治者活着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为人本身活着 人是独立的个体 不准的必要延续 新生命的成长 只是属于新生命本身 不得加以外部限制和枷锁 更不属于 处新生命之外的任何人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 基于物种性的生育子女 而不被封建主义的 口号空害 就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在适当的时刻 解除亲子关系 让孩子作为独立个体存在 同时还要提供十几年 乃至几十年的义务帮助 这是件伟大的事情 倘若我能认识到这里 就不存在属于自己的后代 只存在属于物种的后代 官员为了社会的建设 而付出个人的必胜热情 企业家为了提供 某一领域的真正价值而奋斗 医生致力于研究医学 缓解人类的痛苦而努力 老师为了培养出孩子的 个性和天分而燃烧 每个人倘若都能只为自己活着 那我们距离共产主义的实现 指日可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